好下面继续 那么我顺便再说一下就是在 昨天把我把这个荣誉墙也上线了 然后呢个人数据这是我的徒弟的 这个个人数据 能够看到自己的综合得分看到视频数等等等等你能在这 详细的看到你的个人数据 老师也能够看到你的个人数据能了解你的 及时的学习情况 然后呢这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荣誉 荣誉系统 现在呢这是现在呢也就给了八个勋章 OK然后呢你们可以去 比如说你把交换的作业给做完那么交换的勋章就会点亮 这个是有另外一个颜色的会把它点亮 然后呢 这是一共四个方向吧 对吧你做完作业都会点亮如果四个方向都点亮这个入门课的这个勋章就会给你 OK然后呢这是每日任务 如果说 你三次每日任务因为我们有23次作业基本上你最多能够 23次每日任务 你三次 7次21次每日任务那么这也会点亮 我觉得 就跟打游戏一样啊 有荣誉系统 有积分榜 有个人数据 我觉得 这才是我觉得我想要的系统 就是 我说华为这个事也是这样的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完善的一个实验环境 我给你们提供全部的 实验台 你可以到我内部呢 来使用实验台 然后呢也依然有个人数据依然有荣誉强依然有 积分系统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咱们这个时代的咱们在线学迹说实在的都2020年了 你看其他方向都发展成什么样了 现在咱们这些培训居然还在玩说 就是讲完课就啥也没有了 对吧 你不觉得吗 就没有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学的明明白白的 能够清楚自己的学习状况 老师也能够及时了解的 状况 而且呢你也能够了解跟你一起学习的其他人的学习状况 我觉得这是我 做入门课 让你们想 希望能够让你们感受到的东西 当然我其实所有方向都这样 OK 比如说我的Python课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们下周 下周日 下周六 下周六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的这个Python的基础的入门课 OK 大家可以来视听一下 好我们继续 我们现在呢 花了这么多时间吧 就算是 怎么进到这个 这个这个设备 咱们刚才呢也就算是开了机了 右键其实也就 右键这也就开了机了 开完机之后呢相当于呢我们就把console线的插上去了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算是进来了 好 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来配一下Vlamp 首先呢你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交换机 我们这个交换机是没有没有啊 进入这个特权模式 这是修IC interface brave 这是相应的接口 我这一共也就 这交换机呢也就只有四个口子 然后默认情况下呢可以看修Vlan brave 你会发现 默认呢就会有一个 Vlan1名字叫default 然后呢默认的四个接口 交换机的四个接口 交换机的默认的所有接口 不管有多少个口啊 都被默认的放到了Vlan1里面去 这是一个默认的 默认的Vlan1所有接口都在这个里面 OK 也就是像昨天 虽然说呢我们 什么也没有配 我们只是把交换机开了一个机 那其实你可以认为 那么 就有一个Vlan 叫Vlan1 然后呢所有的接口呢都在这个Vlan里面 天生其实就有Vlan 只是说呢天生只是一个大Vlan 咱们大家都在这一个Vlan里面 OK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能够这张通讯 默认就有这个Vlan1 好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Vlan的号 Vlan号 Vlan号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技术呢叫做802.1Q 那么 这个 这个标签是什么意思呢我简单给你解释 后面我们要讲这个Trunk 简单的看一下啊 这个Trunk 这个这是我们今天 后面要讲到这个图 就是比如说 两个交换机上面 都有这个Vlan 上面是Vlan 这是Vlan10 好那这个时候呢 Vlan10的流量 出这个接口 会打上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的就表示 这是Vlan10的流量 对方 收到了这个包 看到了这个包里面有这个Vlan10的标签 然后呢 就会把它送到Vlan10里面去 也就是说呢 在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互联这个链路上来 传递Vlan的流量的时候 需要打一个标签 这是一个真实的在数据包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 在数据包里面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字段 一个标签 那么在Vlan10传递的时候会打上这个标签 OK 所以说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啊 就说 这就是 这个标签 现在呢 突然说这个标签可能有点突兀 所以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 在 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 来传递Vlan10的时候 会打上这个标签 可以了解吗 会打上这个标签位 但在交换机内部呢 其实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东西的啊 只是交换机之间 传递的时候会打上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 然后那个标签呢 这个VlanID 只有 12个位 就是12个2进字 也就是2的 12次方 那么2的12次方 你们自己算 就是 最大 就是说 4096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因为 这就是 标签 标签的字段就只有12个位 那么2的12次方 就是4096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东西就限制了 正常的Vlan号就不能够大于4096 OK可以理解啊 好 好 那么我也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 有一个新的技术 就叫Vxlan 我简单给解释一下 叫Vxlan 它的一大特点吧 就是来克服传统Vlan的一个问题 传统Vlan呢 那就这个这个数量不够 你看这就 4000来个 那4000来个是不够用的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 云端 那么云端呢 可能会有 像阿里有很多很多的租户 有很多很多客户 那这个时候呢 你用Vlan来进行隔离 那这个数量就明显不够 OK 这个数量那就明显不够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数量不够的一个 至少这是其中一个 至少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吧 就是Vxlan呢就大大的扩展了他的这个 Vlan ID号能够实现 几百万个 OK 所以呢这是Vxlan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在软件定义网络里面广泛被使用 OK 但是传统的Vlan呢确实有个问题 就确实只有这个4096个 你肯定 这是限制 不可能超过这么多 好 咱们的标签呢 也说了 一会讲创作的时候呢 咱们还会再 提到他 那么这个呢12个位的Vlan ID咱们也提到了 那么通过这个计算呢4096最大咱们也说到了 所以说他不可能超过4096 OK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0到4095 那么是保留的不能用的 那就没有听说过Vlan0也没有听说过 4095 这是保留不用的 OK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默认情况下 天生就会有Vlan1 然后并且所有的这些接口 默认都放到Vlan1里面 好然后再看一下 中间这有几个 1002到1005 1002到1005 这是几个 你就可以忽略了他们吧 这是一些 更老的一些技术 给他们预留的 一些Vlan 不开始说过吗 上次我和我讲过 我说本来这个世界呢是 多姿多彩的 那么跟以太网竞争的 有很多协议 比如说像令牌环 或者说ETM 或者说像纯属的 刚才不是说可以切的吗 一个Fiber Channel 有很多 跟IP竞争的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IPX 等等 后来呢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个世界已经 消停了 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协议 敢 敢在 看以太网了 就是以太网已经把他们全部都干掉了 没有任何一个协议再敢 两次 服侍这个以太网了OK 没有任何一个协议呢敢跟 IP 再叫板了 这个世界就已经 消停了 OK 以太网本来有很多竞争对手 现在全部被砍死 Fiber Channel 也只是在 存储网络里面 苟延残喘 IP 就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没有 就没有任何一个跟IP竞争的 就全部都被砍死了 好 然后呢 TTP UDP 当然他一直以来就他们俩 其他协议呢 基本上也就没有起来 应用级协议 我们说一下 应用级协议 本来这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应用级协议 但是现在呢 虽然说还是有很多 但是 HTTP 真正做大了 HTTP真的是做大了 所以说呢 大家我觉得如果要学协议 就学这几个 以太网 IP TCC UDP HTTP 其他协议呢 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你把你的重点 重点 在这几个协议上就可以了 这几个协议非常非常重要 有些人觉得协议不重要 下个月中旬 我讲 F5 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负载 我这个说法绝对没有问题 咱们第一个就这么搞 F5如果说你不了解 TBCBUDP和 HTTP的话 你就别看了 你就不要看了 你基本上搞不懂 特别是HTTP 如果说你感兴趣 要听我下个月中旬的F5的课的话 你把HTTP TBCBUDP 好好看看 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参加这个活动了 这个基本上你不太懂他在说什么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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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选项 OK F5是啥 F5就是F5 刘B 我给你讲就是刘B 就是刘B 负载追踪器 应用交付 负载追踪器 了解一下 我讲的基本上 我讲的都是 不夸张 我说都是刘B的 刘B货 思科 F5 然后AWS 亚马逊云 对吧 这些都是 都是刘B货 像防火箱 我们讲Pala 我们讲Tapont 对吧 你没听过是你没听过 不能讲别人刘B 好吧 再说一下 这几个是预留的 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 你都可以来把你的微浪 画到这些 上面去 OK 你们自己去查 谷歌就在那 当然可能里面上不了谷歌 那我们就不聊了 你说百度 咱们就 就算了 咱们聊天就到 微 这啊 微浪ID的范围啊 好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个 很简单的配置 好我们来一个很简单的配置啊 先来我们继续 我们把我们的两个电脑 现在刚才这个机器开了机啊 这个机器呢只是开了机 然后呢我进来好像也就露了一眼 我啥也没干 然后呢我先把 这两个电脑的IP地址配一下 我看我配没配啊 因为这个CN台也不是我一个用 我看一下IP地址的配没配啊 我看一下IP地址配啊 这可以看对吧 10.1 10.1 然后呢三个255 网络位呢是10.1.10 主机位呢 是1 OK 那想想啊 网络位相同的 网络位相同 主机位不同 用交换技术来抵达 如果网络位不同 用路由技术 在不同网络之间 进行通讯 那今天呢 我们的网络位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Win7 网络位都是相同的 用交换技术 他们相同网络 相同烂 相同微烂 一会我们是相同微烂 那么通过交换技术 来抵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上周我们也说过啊 我们有个人防火墙 个人防火墙 这也关闭了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 Win10的 个人防火墙 这都关闭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直接 PIN一下啊 现在呢 我们其实有微烂 都是微烂1 这是 我们的 Win7 10.1.4.2 PIN Win10 10.1.4.1 没有问题啊 现在是好的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创建一个微烂 好我们来配个主机名吧 接入交换机1 我们的这个实验设计呢 这是接入交换机 然后这是核心交换机 这是另外一个接入交换机 现在呢我们是接入交换机1 好 然后呢下面第1个任务我们要创建微烂 创建微烂 你们应该有习惯创建微烂 这个入门客的微烂10 创建一个微烂微烂10 给微烂10起了一个名字 这是名字 这是微烂ID 微烂10 这是个微烂的名字 好 然后呢你这儿可以看 那么我们的一个是接到 0-2 一个接到0-3就跟我一样 0-2 0-3 好 现在呢他们两个都是微烂1的 杜修微烂 他们都是微烂1的 好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把其中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mode access 一会儿呢我们会是tunk tunk就是可以传多微烂 那access呢就是接主机的 access 然后呢 access微烂 微烂 10 那么你画了他之后呢 看一下 这儿的话 啊 这个二号口 就已经到了微烂10 然后呢 那个三号口呢 还是微烂1 他们位于 不同微烂 但是呢 他们其实是相同网络的 都是10.1 10.0 网络位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已经在不同微烂了 这样他们通不了了 OK 这样的话微烂就隔离吗 对吧 虽然说你们是一个网 网段的 你们是一个网络的 但你们微烂不一样 就已经 实现了一个隔离的效果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只有把两个设备都放进去 这也是微烂10 show微烂brief 好他们都在一个微烂了 他们又是一个相同网段的 所以可以通了 OK 也感受到了一个隔离的效果 然后呢现在呢 把他们两个都放到了相同的微烂里面去 这就花进去了 OK 好 这个花微烂 咱们搞定了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叫mark地质表 我们先停下这个录像